第21章 不按套路来 王平安开着三轮摩托车 慢吞吞的驶到城北农贸市场门口的时候 只感觉眼前一花被无数的人包围了 有人举着钞票 有人举着菜篮子 有人举着手机支付界面 群情激愤大声叫嚷 不知情的人呢 还以为王平安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 仔细一听 却听到这样的喊声 我要五个西瓜 赶紧给我撑 我给你现金 算了算了也不要撑了 五个算六十斤 我给你六百块钱 你们别急啊 我是第一个来的 先来后到的规矩你们懂不懂啊 我们正在创建文明城市 你们这样是不文明的 各位街坊邻居 尊老爱幼啊 他不能当成一句空话 将来你们也有老的一天 我这老胳膊老腿的 挤伤了 你们给我养老啊 哎哟 哎呀 说你呢 这个西瓜是我先抢到的 王平安看着大家疯狂的举动 有点懵 他能轻易的杀死一头野猪 能够轻易的扔飞上百斤的石头 却是不敢碰这些大爷大妈一下 今天只拉来八九十个西瓜 这里面有一百多人 你们不要多拿 一人一个怎么样 听我一句 大家别抢啊 王平安的嗓门很大 比旁边卖水果的小喇叭都大 但是呢 没人听他的 把钱往他手里一塞 抱着西瓜就走了 总共不到三分钟 王平安拉来的一车西瓜 就彻底的被人抢光了 是真的抢的 不是昨天苏老师理解的抢 你们这样 让我很无奈啊 王平安握着一把子红色钞票 站在凌乱的摩托三轮车旁边 看着垫底的稻草散落的到处都是 一次用秤的机会都没有 最初呢 还有人估算一下重量 后来直接是给一百块钱 抱走一个西瓜 浑水摸鱼不给钱的情况也有 但数量不多 王平安点了一下钱 发现一共收了八千六百块 比预想当中呢 少了一些 他等了一天 居然没抢到 气死老娘了 你这个小哥也是的 一次就不能多拉点吗 西瓜这么贵 卖了钱 换个大卡车不行吗 哎呀 今天时间还早 你再回去拉一车吧 我们这里还有二十多个老顾客 没抢到啊 你不能伤了老顾客的心哪 对不起啊 等我吸口气 我马上回去 再拉一车 王平安只能道歉 今天的情况呢 实在是在预料之外 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 等着抢西瓜 隔壁 隔壁的隔壁 一排卖西瓜的同行 像看上帝一样 看着王平安 这种情况 他们连做梦都不敢想 抢着买西瓜 撑都不用 就直接给钱 一个个简直疯了 来往今天呢 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位置 在农贸市场的正门南侧 没和王平安在一起 他刚摆好电子称 就卖了两个大西瓜 心里是美滋滋的 正准备去看一看 王平安的情况 却见王平安走过来了 腰包鼓鼓囊囊 非常殷实 咋了二宝 不守着西瓜车 有啥事啊 厕所在农贸市场里边 去的时候 让旁边的人看着就行了 哦 没啥事 我的西瓜卖完了 我答应了顾客 得回去再拉一车 所以过来跟你说一声的 啥 你西瓜卖完了 我 我 我操 你没开玩笑吧 来往是瞪大了眼睛 一口唾沫没咽下去 差点腔死了 王平安指了指 几十米之外的空旷西瓜车 以及在车子旁边 徘徊不去的顾客 不用任何言语 事实胜于一切啊 来往突然有点后悔了 今天应该跟王平安 出在一起的 像昨天一样 没有买到极品西瓜的顾客呢 会退而求其次 买自己的西瓜 王平安说了一声 就离开了 回到摩托车的位置 一个中年微胖的男子 满脸油光 挺着一个小圆肚 跨着一个黑色皮包 笑着迎了上来 王平安认得这个人 昨天呢 他就过来买过自己的西瓜 还给自己留了一张名片 刚才好像又买了一个 王老板 还记得我吗 我是老鲁 你喊我鲁哥就行了 昨天呢 我给过你名片 还有印象吗 说着 鲁老板还掏出一包大虫酒 抖出一根 给王平安让烟 谢谢 不会抽 鲁哥 有啥事找我 要买西瓜呢 等我回去 再拉一车 王平安回应他 来来来 咱们到一边聊几句 鲁老板一听就知道 这个年轻小伙子啊 没看自己的名片 不知道自己是做啥生意的 王平安点点头 随他走到人少的角落 示意对方赶紧说 自己忙着呢 我呢 是本是一家水果连锁店的老板 昨天给你名片的 其实就是想跟你谈比生意 你这西瓜味道啊 确实好 我看中了 想批发 你给个批发价 鲁老板见他有些不耐烦 只好直来直去 说出自己的目的 批发我的西瓜 可以啊 王平安点头 他正想偷懒呢 有人帮自己卖西瓜 求之不得呀 啊 这就答应了 有什么条件 鲁老板想好一堆说辞 居然没有用上 有点失落 当然有条件 第一 我的批发价 也是十块钱一斤 现金结算 第二 你必须派人去我田里摘西瓜 自己拉走 第三 我还没想好 想好了 再补上 啥 批发价也是十块钱一斤 还要我自己派人去摘西瓜 你小子没搞错吧 输果都是买方市场啊 资本说了算 鲁老板一听 顿时来了精神 商业谈判嘛 自己准备充足的一堆说辞 总算是可以派上用场了 王老板 生意呢 不是这么做的 你在市场门口摆摊 零售价十块钱 批发给我也是十块钱 你让我怎么做生意啊 还让我派人去摘去拉 这需要增加成本呢 这笔账 你算过没有啊 谈起生意 鲁老板瞬间是意气风发 激扬文字支点江山 想给王平安上一节谈判课 呵呵 王平安说完 或者是笑完 扭头就走 一句多余的话都懒得说 啊 鲁老板瞬间在风中凌乱 这是闹哪般呢 老子刚摆开鞠马炮 你却直接将军 谈生意嘛 漫天要价 就地还钱 你喝一声就走 是什么意思嘛 一点套路都不讲 你这样的年轻人 会没朋友的 但是 他妈的 那西瓜是真的好吃啊 如果自己能够批发过来 经过包装和推广 肯定可以赚大钱的 但是 一个小小的瓜农 真的不能管他这种坏毛病 一言不合就摆脸色 你摆给谁看呢 好听一点 我喊你一句王老板 说的不好听 你就是一个小农民 哼 给哥拽 你还太嫩了 等等 那家伙似乎已经发动了摩托车 要走 真的没有再商量的意思了 我操 喂 王老板 你等等啊 有话好说吗 鲁哥这个人嘴笨 刚才说错话了 你多担待 说着 喊着 跑着 鲁老板追了上去 可是王平安却已经是发动了摩托三轮 一阵清烟的 开走了 第二十二章 奔驰大计 王平安想偷懒 想把西瓜批发出去 但是一斤十块钱是他的底线 这是系统规定的 如果不让系统满意 那么卖西瓜卖不卖都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结果都一样 没奖励呀 既然如此 王平安才不会在鲁老板这浪费时间 商业谈判 买双市场 哼 本先不稀罕 摩托三轮车 在空旷的郊区公路上飞驰 时速有六十公里 风在耳边吹过 王平安体会到了开赛车的感觉 他突然想到 如果开保时捷卡焰在这条路上狂飙 效果会不会更好 在这一刻 他总算理解来往的心情 看到好车之后 那种羡慕 或许只是因为没有开过 买不起 才更加关注吧 身后不远 有一辆银色的奔驰大计 缓缓地跟着 时速六十 对于这样的豪华越野车 像蜗牛的速度 但是开车的人不急 没有任何催促 甚至有点小心翼翼 生怕被前边的王平安发现了 王平安心里想着摘西瓜的事情 确实没有发现后面有车跟着自己 等快到村子的时候 才感觉到这车不对劲 似乎好像可能也许 一路上跟着自己 今天村头说闲话的人很少 收购药材的商人还没有离开 几辆豪车仍然停在路边 村民可能去村支书家看热闹去了 王平安犹豫一下 也不管后面车里人的意图 直接开车往北地的瓜田 你是一个开豪车的有钱人 还能抢我卖西瓜钱 不是劫财的话 那就是劫色 这个可能性很大呀 不管男女 长得太好看 都是一种危险的负担呢 王平安皱眉想了三秒 觉得自己能够把野猪打成死猪 区区劫色者 哼 如果长得跟仙女一样 那自己 从了她就是啊 摩托三轮 停在瓜棚边的小路上 而那辆银色奔驰大忌 停在池塘边的大路上 从驾驶位走出了一个中年男子 光头 穿着蓝色牛仔裤和白色耐克T恤 两人呢 隔着一条小池塘 四目相对 引游火花崩陷 王平安觉得 如果劫色者长成这样 自己有信心在三秒之内 把一块大石头砸在他的油亮的脑门上 你瞅啥 王平安问道 瞅你咋的 不对 咱们第一句话 不该有这么重的火药味 本人姓孙 来自花果山 想和你谈一谈 瓜果批发的事情 花果山的孙悟空啊 你们山上的水果 不够吃了吗 王平安的傻尽又犯了 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王老板 真会开玩笑 我是花果山水果连锁店的老板 名叫孙自在 不叫孙悟空 我这次过来呢 带有很大的诚意 想跟你合作 拿下极品西瓜的独家批发权 孙老板摸了摸光头 满脸对笑 脸部线条 总算柔和一些 王平安恍然 说道 哦 有一个姓鲁的老板也曾经找过我 我说了几个条件 他不同意 我就懒得搭理他了 孙老板 有些皱眉 鲁老板 应该是 绿园水果连锁店的 鲁安国吧 这家伙是属狗 嗅觉倒是灵敏 这么快就找上你了 你说说看 要什么条件 第一 我的批发价 也是十块钱一斤 现金结算 第二 你必须派人 去我田里摘西瓜 自己拉走 第三 我没想好 想好了再补上 王平安把说给鲁老板的原话 又对孙老板重复了一遍 甚至连表情都没有变化 哦 这个条件太苛刻了吧 谁都不能答应啊 孙老板刚想谈判 却见王平安已经扭身离开 去地里摘瓜了 在这一瞬间 孙老板想起王平安说过的话 说鲁老板不同意 他扭头就走了 现在出现同样的情况了 自己是做大生意的人 遇到一批变异的极品瓜果 绝对不能放管 不就是区区几块钱的事情吗 自己的连锁店主打高端产品 还差这几个钱啊 不就是派人来摘来运吗 这又能花费多少钱呢 这么个性的小老板 根本不会谈生意嘛 我跟他计较什么 只要抢先下手 拿到这批西瓜 在整个夏季 就能吻压绿原水果连锁店一头 获取更高端的顾客资源 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市场先机呀 鲁老板那个蠢货不懂 自己还能不懂吗 别忘了 自己是要做宝山市水果连锁王的男人 眼界有多高 格局就有多大 这笔生意一定要坍成 王老板 我答应了 我全都答应了 孙老板是一口气跑进西瓜地 向王平安报告这个好消息 答应就答应呗 有啥好激动的 你现在没事吧 那就好 帮我把摘掉的西瓜往摩托三轮车上搬吧 孙老板当场就懵逼了 自己是来谈合作的大老板 怎么成了你的帮工了 你懂不懂礼貌 懂不懂基本的尊重啊 让我帮你搬西瓜 想都别想 好的 我这就搬 我经常啊 在健身房锻炼 一次能搬两个大西瓜呢 说着 孙老板是左右手各抱一个大西瓜 蹭蹭蹭 剑步如飞 冲向瓜棚边的三轮车 你慢一点 别踩着地里的小西瓜 还有瓜藤 好的 我看着呢 孙老板欢快地回应 生怕有什么误会 影响了合作 在搬运西瓜的过程当中 孙老板趁喘气的功夫 问了王平安几个问题 知道王平安家呢 总共就种了这两亩多的西瓜 味道全都是一个样 极品美味 周边几家田里的 种的也是西瓜 但是味道一般 就是市面上普通的西瓜 所以呢 孙老板把这种现象 称为变异 很不稳定 以前呢 在其他瓜果上面呢 也曾经出现过 这点也得到了王平安的默认 说这西瓜呢 是变异品种 可以称它为神农西瓜 孙老板知道 这次合作可能是短期交易 但是他不在乎 正因此 这批西瓜呢 才更加稀少 才能炒作出更高的价格 那咱们什么时候签合同啊 签完合同之后啊 这块地的西瓜 你就不能卖给其他人了 这点你一定要知道啊 孙老板看到刚摘的一车西瓜 有些心疼 小心翼翼的提醒说 王平安点头 笃定的说 等我把这车西瓜 送到城里之后 咱们就签合同 我答应过那些大伯大妈 这车西瓜 一定要送过去的 你们下午就能派人派车 来我这里摘西瓜了 太好了 我这就给秘书打电话 让他加急做出一份合同来 咱们在城北农贸市场门口见 也在那签合同 对了 如果鲁老板在找你 哼 他没机会了 我们花西镇的男人 说话做事 一个唾沫一个坑 最讲诚信 王平安说完 开着摩托三轮跑了 他不想让城里的大伯大妈 等太久 好 我最喜欢和讲诚信的人做生意 孙老板说着 急忙向自己的大奔跑去 准备在农贸市场门口 等他 当然 最重要的 还是要防止鲁老板截胡 怕他和自己抢生意 第23章 胜券在握 王平安路过村口的时候 刚好看到一群人 抬着一包包野生中草药 正在往卡车上装 几位穿西装的老板 众星捧月一样 簇拥着一位年轻女子 肤白貌美 风入肥腿 轻轻轻一撇 便如仙女一般 印在王平安的脑海里 确实不错 王平安开着摩托三轮车 深深地赞叹一声 点风驰电车地冲过路口 只留下一片青烟和尘灰 有一个西瓜颠簸裂了 散发出一股浓郁的草木清香 随风飘出很远 那女子 眸子一亮 刚才 那是西瓜的味道吗 很特别 你们闻到没有 那身材妖娆的 如同葫芦一般的女人 柔媚地问道 顾总 我们闻到了 都闻到了 如果顾总喜欢 咱们可以顺便 买些西瓜回去 就当是给员工 发福利了 对对对 华西镇不但是 中草药大镇 还是瓜果大镇 宝山市最有名 最好吃的瓜果 全出自这里 一群人马屁如仇 但是没有顾清成 要听的言语 顾清成不置可否 笑得很敷衍 村之书王德利 脑子是灵光一闪 似乎想起了什么 他说道 顾总 刚才那个开车经过的男人 是个傻子 不过最近运气好 种出的西瓜产生了变异 十块钱一斤 城里人呢 也抢着药 你说奇不奇怪 啊 这是刚才那西瓜 十块钱一斤 城里人抢着药 顾清成似乎有些不相信 是啊 不仅如此啊 昨天夜里 有一头野猪 在他家西瓜田里撞死了 让他平白捡了一头野猪 让人都羡慕死了 王德利在漂亮女人面前 一向很卖力 极力地表现自己 顾清成 微微一笑 有点意思啊 中午了 我请大家去镇上吃饭 下午继续收购野生药材 如果你能联系上那家人 我愿意买一些西瓜和野猪肉 回去送给亲友 当做礼物 哎呦 顾总太客气了 先谢谢你的盛情款待 买东西这事啊 你放心吧 绝对给你办得妥妥的 王德利看到女人柔媚的笑容 骨头都酥了 胸脯那是拍得砰砰响 做了保证 正说着呢 后面有一辆银色的奔驰大忌 同样是急匆匆的狂飙而过 在村中小路上扬起了一片灰尘 哦 这车牌有些眼熟啊 顾清成扫了一眼奔驰车 对身边的人说道 顾总 是花果山连锁店的孙总 前几天的慈善酒会 他还向您敬过酒 旁边一位中年男人 小声地提醒说道 是他呀 有点印象 一心想要垄断 本市高端水果市场的孙自在 能让他亲自出马的事情 肯定不简单 顾清成点头 想起了那个光头 不过是一些瓜果灵兽 都是小打小闹的生意 哪有我们野生中草药的笑意高 不说了 不说了 咱们去吃饭 吃饭 一位中年老板发现自己说漏了嘴 强行转移话题 有些尴尬 顾清成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那人顿时低下了头 不敢和他对视 我的意思是说 这身为一家企业的老总 居然还往乡村嘎拉里边跑 格局太低了 上不了台面 很难驾驭一家真正的大公司 话没说完 就觉得有人的眼神像刀子一样 在自己身上刷刷刷的乱戳 顾清成已经是懒得在瞪这个人了 脉动优雅的步伐 迈向停车的地方 而旁边几位同事 像看白痴一样 看着那个中年男子 你胆子不小吗 表面上骂花果山的孙子在 实际上 你再骂咱们顾总吧 指桑骂怀嘛 大家都懂的 但顾总可不是软弱的女人 那柔美的漂亮毛子里 更是柔不得一粒沙子 有人试着挑衅 下场是非常的凄惨 因为他不是靠美色 升上来的总经理 而是从顾家本部 一路杀出来的铁血老总 临危受命 接手采购部的一切业务 重整家族企业 现在你说的格局不够 才来这个乡村嘎拉里 这不是找死吗 顾清诚穿着西式 office lady套裙 细腰肥臀 丝袜高跟 走起路来 摇曳得如同风中之百合 美妙不可方物 跟在他身后的一群人 只能用眼神的余光 偷偷地看着他的背影 王平安还不知道 他认为这个长得像仙女的女人 实际上有多么的可怕 他此刻呢 已经到了城北农贸市场 虽然已到中午 但是市场门口呢 依然热闹 特别是摆摊卖瓜果的摊贩 把路两边是站得满满的 在王平安早晨摆摊的位置上 坐着一群大伯大妈 有二十几个 明明到了饭点 依然没有离开的打算 由他们站的这个位置 任何瓜农也抢不了 绿园连锁水果店的老板 鲁安国坐在马路边的风景带上 抱着一瓶矿泉水 狠狠地灌了几口 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 仰着脖子往马路上看 没来 还是没来 自己为了曾经犯下的错误 已经等了整整一个上午了 当时对方拒绝的时候 自己应该立即追上去 拦住他的三轮车 然后立即答应他的条件 说不定合约已经签了 只是十块钱一斤而已嘛 看这里顾客等待的痴迷模样 如果自己得到独家批发权 涨到二十块钱一斤 甚至三十块钱一斤 也有人疯抢啊 正在胡思乱想 突然听到有人惊喜地喊道 来了来了 卖瓜的小帅哥又来了 快准备好钱 排好队 一次最多只能抢一个 谁都不能多抢 鲁安国当时就跳起来了 矿泉水随手扔在花丛里 眼睛放光 盯着远处的摩托三轮车的身影 那儿又装了满满一车的习惯啊 只是摩托三轮旁边 有一辆银色的奔驰大计 非常碍眼 不紧不慢地跟在旁边 像保镖一样 为三轮车保驾护航 鲁安国的眼角当时就跳起来了 直觉上不对 仔细一看那车牌 这感觉就更加糟糕了 花果山的孙自在 他怎么来了 一个小小的变异西瓜而已 居然老板亲自出马 不嫌丢人 呸 简直太不要脸了 不过我不怕 因为我和王平安已经接触过了 甚至还向他的同村人 打听过他的事情 一个做事只认死理儿的傻子 只要顺着他的意思来 很容易把买卖弹成的 我鲁安国 胜券在握 谁来我也不拒 今天这个交易一定要成功 绝对不允许失败 因为我已经收集到了足够的情报信息 想到这儿 他抢在所有人的前面 只冲向王平安 冲向还在行驶的摩托三轮车 王老板 你的条件 我全都答应了 跟我签合同吧 鲁安国大喊 表情真挚 声音洪亮 哼 王平安驾驶的三轮车 和鲁安国擦肩而过 这笑声代表着拒绝 第24章 千万别给我优惠 听到这熟悉的笑声 鲁安国就知道 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 凉了 同时他心底升起了一股怒火 你这个傻子 你知道怎么做生意吗 只是一点点谈判技巧 有必要把我当作敌人吗 除了我绿原水果连锁店 谁会答应你这磕磕的合作条件 还派人去摘西瓜 派车去拉西瓜 你怎么不让我派人帮你种西瓜 帮你浇水 再帮你施肥 幼稚 想让我再让步 根本不可能 一个光头 带着和煦笑脸 从银色奔驰大忌的窗户里 探出脑袋 哟 这不是老鲁吗 怎么在这站着呢 堂堂的绿原水果连锁店老板 亲自来农贸市场挑选水果 采购部的经理 死光了 鲁安国一个吉顶 顿时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孙自在跟在王平安的后面 绝对不是巧合 肯定是早有预谋啊 不仅仅自己看中了王平安的便衣西瓜 孙自在 也看中了 王平安的底气那么足 是孙自在给他的 他们已经谈成了合作条件 甚至已经签订了合同 孙老板 你不也在农贸市场门口站着吗 浑身是毛 说别人是妖怪 鲁老板嘲讽道 站着 没啊 我可没站着 我坐着呢 坐在驾驶位的孙自在 笑容灿烂 缓缓地从他面前开过 在路边把车停好 鲁安国远远地冲着奔驰车比了一个中指 骗这一下子你很开心吗 两个大老板很有默契地凑在一块 蹲在马路牙子上抽烟 默默地看着王平安卖西瓜 二十几个一直等待的顾客 购买力惊人 由于人少西瓜多 没有限制 大伯大妈像是中奖一样 最少都买了两个 也不知道他们哪来的力气 剑步如飞 抱着两个大西瓜 很快便消失在热闹的人流当中 这种力量 让自诩混健身房的孙老板 自愧不如 我已经和王平安达成了合作异项 总共就两亩多的西瓜 我能轻易地全部吃下 你没机会了 放弃吧 孙老板吐出了一串漂亮的烟圈 淡淡说道 只要你们没签合同 我就还有机会 你十块钱收 我出十五 我就不信 他跟钱过不去 鲁老板吐出的烟雾 形成一把小剑 穿过了他的烟圈 把圆形烟圈轻易击散 你有十五块的魄力 就不至于拒绝王平安最初的条件 啊 不说了 我的秘书来了 孙老板说完 冲远处的一辆红色泥桑轿车挥手 年轻漂亮的女秘书 拿着一叠合同 从容下车 我的妈不是后悔了吗 鲁老板狠狠抽了一口烟 扔在地上踩灭 趁机冲向王平安 王平安刚打发了一直等候的老大伯老大妈 车上还剩下十几个西瓜 可以松口气了 鲁老板喘着粗气 像是失控的愤怒公牛出现在他的三轮车前 我给你十五块钱一斤 你的西瓜全卖给我 车上的这些啊 王平安困惑地问了一句 地里的那些 所有 全部 鲁老板低吼道 车上的西瓜可以卖你 地里的西瓜不卖 我跟孙老板谈好了 十块钱一斤 卖它 王平安说道 哎 你是不是傻呀 我出十五一斤不卖 你卖它十块钱 鲁老板的耐心好光了 离奇地愤怒 是啊 村里人都知道我傻 咋了 鲁老板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得罪了王平安 而孙自在又干了什么 能把这个二傻子哄得团团转 孙自在带着漂亮的女秘书 同样是一路小跑 往王平安这里跑 离几十米之外 他就指着鲁老板 威胁道 我可告诉你啊 别抢我的生意 做人得有底线 你懂不懂啊 我帮王老板搬了一上午的西瓜 我容易吗我 鲁老板再次愕然 为了一点便衣西瓜 一个大老板亲自帮人家搬西瓜 谁他妈没底线啊 要脸吗 啊 你要脸吗 他知道 这场交锋 自己输了 输得彻底 他看着王平安和孙自在 在两份合同上 签名按了手印 然后还装模作样的握手 还让女秘书拍照 哎呀 太作作 太恶心了 自己想要成功 必须比孙自在 更加不要脸才行 于是 他拿了两个装西瓜的编织袋 把三轮车上的西瓜 全都装进去 喊道 老板 我买西瓜 全部买完 有优惠吗 不 我他妈今天不要优惠 你开个架 我绝对没二话 习惯的力量是可怕的 王平安深深的知道这一点 所以对他产生了一丝同情 十五一斤 你自己撑吧 你 我 鲁老板脸上的表情 像便秘一样痛苦 是你自己开的架 不关我的事啊 王平安一脸无辜 又说道 要不给你优惠点 我不要优惠 千万别给我优惠啊 我有的是钱 谁给我优惠 我跟谁急 鲁老板咬牙切齿 自己称了重量 十六个西瓜 一共是一百八十斤 担价十五块钱 当场数给王平安两千七百块钱 两分钟之后 鲁老板开着他的白色宝马X6 停在三轮车旁边 把十六个西瓜装进去 然后头也不回的 开车离开了 这是什么操作 村老板和女秘书都看呆了 买不成田里的西瓜 居然把王平安三轮车上的西瓜 全买光了 一向小气 斤斤计较 买根棒棒糖都喜欢讲价的鲁老板 居然主动提价 主动放弃了优惠 恐怖如斯啊 简直不可思议嘛 如果他能够摒弃这些小毛病 以后宝山市的瓜果零售行业 必定有他一席之地啊 王老板真是一个信任 俺老孙服了 走走走 咱们找个地方喝几杯 庆祝生意谈成 咱们加深一下了解 以后合作的机会 躲着呢 此时呢 已经过了午饭的时间 王平安确实饿了 也不客气 当即答应下来 三轮摩托也不开了 就停在路边 上了孙老板的奔驰大计 体验了一回坐豪车的感觉 女秘书呢 给他们安排了一个 长去的饭店 开了一个小包间 虽然只有三个人 上的菜肴 一点也不含糊 三个人下午呢 都要开车办事 没敢喝酒 要了两瓶鲜榨果汁 算是把这场庆功宴 给应付过去了 女秘书的目光呢 频频在王平安身上打转 说是方便联系业务 向他索要手机号码 我没有手机 以前在村里种地 要手机干啥呀 不过最近做生意 觉得手机确实便利 等我吃完饭 就去买一个 王平安认真地回答道 女秘书笑道 黄老板真会开玩笑 现在谁没手机呀 啊 真没有啊 对了 我们公司给重要合作伙伴 准备了礼品 其中就有手机 质量挺好的 国产品牌 我车里就有 等一下 我给你拿一个 装个卡 就能用了 孙老板闷头吃菜 这公司有礼品的事情 自己这个当老板的 怎么不知道 第二十五章 城里人真好骗 王平安吃过饭之后 果然得到了 女秘书送的手机 一款黑色的华为手机 外观挺漂亮的 带有保时捷的英文标志 一款手机 居然跟早上看到的 保时捷卡宴的标志类似 后面还有三个摄像头 一看就不是正经手机 但是盛情难缺 女秘书执意要送 甚至还帮她在移动营业厅 办了一个亮号 简直是一条龙服务 这让王平安感觉到了 花果山连锁公司的 诚意和热情 我叫许晴 我的手机号已经存在里面了 有什么事情 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女秘书很漂亮 性格也好 见王平安没有玩过手机 甚至有耐心的 手把手的教她 如果不是孙老板孙自在 站在一栋营业厅门口 咳得肺都出来 她甚至有耐心 教王平安用微信 拍照片 发朋友圈 谢谢啊 我叫王平安 很高兴认识你 王平安和她握手 感觉城里人的素质真高 漂亮小姐姐 懂得又多 性格又温柔 孙老板终于忍不住了 进去催促道 许秘书 咱们下午还要去 王景村摘西瓜 车辆和工人都安排好了 就等我们了 你跟我一辆车 王老板还要把摩托三轮开回去呢 知道了老板 刚吃完饭 休息一下嘛 又不耽误事 再说 我也没闲着 我在帮重要客户 学习使用通讯工具 我还没向你讨要加班费呢 许秦看似漂亮温柔 嘴巴可不饶人 也不怕孙老板 家僵带棍的 把她说的是无言以对 朋友家的女儿 惹不起啊 惹不起 当初脑袋抽风了 才答应朋友 让她做自己的秘书 这款华为保时捷限量版手机 自己都没舍得换呢 她居然如此大方 以公司的名义 送给了王平安 看着憨笑中都帅得光芒四射的王平安 又从反光玻璃当中 看了看自己的光头和大饼脸 似乎明白了什么 还是王平安感觉时间差不多了 主动告辞离开 秘书许晴 这才换上温柔的笑脸 说大家过一会儿 在瓜田里见 这家移动营业厅呢 就在城北农贸市场的旁边 走了没几步 就能到达停放摩托的地方 此刻呢 是午后阳光正毒 街道上行人稀少 排了一长排的西瓜摊子呢 没有一个顾客光临 来望的时封三轮车 停在农贸市场门口的旁边 车上的西瓜还有很多 一个上午过去 他的西瓜似乎没有卖出去多少 二宝 你的运气真好 种出来的变异西瓜 有人抢着药 我这一车西瓜 又汇到一块钱一斤 都没有人问津 来望眼中露出深深的羡慕 可能是天太热 他有点垂头丧气 别灰心 你看看周围 有很多人跟你一样 不是你自己卖不掉 而是大家都卖不掉 王平安安慰道 呃 然后呢 来望被他的半截话绕晕了 然后啊 你继续卖啊 我先回去了 说着 王平安拍了拍他的肩膀 转身走了 来望委屈的直撇嘴 不过转念一想 自己跟一个傻子 计较什么呀 等王平安开着摩托三轮车 走远了 来望才想起来 早晨摘西瓜的时候 他提醒过自己 少摘点西瓜 会越来越难卖 当时自己还跟爹 偷偷地取笑他 暗地里说他 一个傻子 懂什么呀 现在居然被他说中了 真是傻人有傻福啊 运气太好了 空闲的时候 来望一直在琢磨 这变异西瓜 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 两家的西瓜呢 同一个品种 地跟地挨在一块 灌溉用的水呢 也都是一个池塘的 最终的味道 一个是天上 一个是地下 价格呢 也有十倍的差距 真是让人难以接受 今天上午 鲁老板为了打听 王平安的一些事迹 居然给自己扔了两包大虫酒啊 还说 如果自己家的西瓜也变异了 会以同样的价格收购 可是 他偷偷开了好几个西瓜了 都是一般的西瓜滋味 没有突出的口感啊 就算是真遇到一个超级好吃 带着浓郁草木清香 那也是摘错了 把王平安家的西瓜摘过来了 王平安呢 还在半路上的时候 花果山连锁店的货车已经到了 十个采摘工人 穿着连锁店的统一工作服 非常瞩目 孙老板和许秘书也在现场 并不着急摘西瓜 欣赏着四周山水风景 偶尔说笑几句 准备等王平安回来之后再摘 他们等待是有原因的 在四周围观的村民 看到这些工作人员 站在王平安家的地头 好像要摘西瓜 立即有人跑去吆喝王德贵 告诉他 说是有人可能要偷你家的西瓜 王德贵今天是请假一天 专门在家处理这头野猪 刚才来了几个收药的药商 极为豪爽 买了四十斤后腿肉 也不还价 直接给了他两千块钱 这可把他乐坏了 这笔镇上猎人卖的野猪肉价格还高啊 这头野猪没处理之前呢 大约是一百八十多斤 请村里的杀猪酱处理之后 得肉一百二十多斤 如今才卖了三分之一 就得到两千块钱 剩下的那些肉 岂不是还可以卖出四千块 一头野猪就给家里赚了六千块钱 这是要发财的节奏啊 他心里琢磨着 今晚还得让二宝去守夜看西瓜啊 王德贵心里正高兴 却听到有人要偷瓜的消息 顿时怒了 抄起一把砍刀就往北地跑 哪儿呢 哪儿呢 谁偷我家西瓜 这大白天的还有王法吗 王德贵累得是气喘吁吁 一口气跑到北地瓜田旁边 果然看到一群奇怪的人 衣服上印有花果衫的标志 村里看热闹的人很多 王德贵的底气更足 都是一个村的爷们 就算私底下不合 但是对付外人的时候 还是非常团结的 这位老哥 你别急 没人偷你的西瓜 王平安是你儿子吧 我跟他已经签订了合同 以美金十块钱的价格 收购你们家的西瓜 我们负责采摘和运输 你们只管收钱就行了 孙自在笑着拿出合同 上面有王平安的签字和手印 由于王平安的自己太丑 极富特征 一般人啊 模仿不了 王德贵听了 心中狂跳 自己的傻儿子 居然悄悄的 做成了一笔大买卖 把他们忽悠到田里 摘西瓜 还负责运输 到底谁傻呀 现在的城里人 这么好骗吗 谢谢大家